大家好 今天是7月8日星期一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首先看看今天的新聞題要 蘇利市Newton區東面一個住宅 昨天上午發生大火 導致最少4人受傷 兩名送院的兒童傷勢嚴重 現在情況危態 蘇利王家騎警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 現在正同蘇利消防局共同調查起火原因 事發現場在蘇利市Newton東區 1844B街甲71A的一間獨立屋 消防局在早上10點半左右接到報告 由於火勢猛烈 消防局派出6架消防車和10多名消防員 到現場參與灌救 消防隊員經過1.5小時才將火勢撲滅 有鄰居說在火警發生前幾個小時 已經看到起火單位有幾個警察在 但卻不知道當時發生什麼事 警方呼籲知道任何消息的人士 主動向警方提供線索 可以致電604-599-0502聯絡警方 殘障人士林瑞書在6月11日 於Waterfront站外停車場的一個邪波發生意外 林先生坐電動輪椅前進時跌倒 並弄傷帽子 林先生坐電動輪椅前進來 發現到,周圍都沒有擺放任何警告的提示 停車場的管理公司沒有對意外作出回應 林先生亦表示保留對停車場持有者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平時在電視上看人挑戰拉飛機見得多 有沒有想過自己都有機會試試呢? 溫哥華非謀利組織奧比斯在昨天於溫哥華國際機場舉辦拉飛機活動 為了幫世界貧困地區提供防盲、自盲、服務的籌款 活動總共吸引了20組隊伍參加,每隊由20人組成 報名隊伍必須募款2500元才可以參加 這25組隊伍要嘗試將國際快遞服務集團 Fedex贊助的65噸重757貨機 以類似拔河的形式拉行20呎 奧比斯發言人表示 活動在過去10年來已經在加拿大籌集了120萬的善款 而這個活動每年都會在多倫多、卡加里和溫哥華舉行 奧比斯擁有全球唯一一個空中眼科醫院 醫護人員乘坐Fedex捐贈的MD-10飛機 前往世界不同的貧窮地區提供防盲、自盲服務 温哥華明天9號星期二的天氣預告 日間晴雲雙間有三成機會會下雨 溫度最高有23度 晚間多雲有六成機會會下雨 溫度最低只有16度 接下來一起看看加東和香港的新聞 加拿大三大電訊商之一的Rogers 如昨天開始有大量用戶沒有通訊服務 例如無法打出打入和通話期間突然斷線等 通訊服務故障不但影響到市民的日常溝通 甚至影響到政府的緊急部門 有消防、警察部門說 有人打911急診電話突然斷線 然後打不回去聯絡到當事人 情況都幾危險 大家還記得Summer of the Guns 多倫多去年就有破紀錄的96宗兇殺案 乘日7月多市一片腥風血雨 年代905地區亦不例外 今早清晨2點多 在Queen Garp 奧盛頓 因為吵架三個人中了槍 雙方嚴重送院急救 現在還未有帶途身份特徵 有居民說聽到6到7聲槍聲 現在驚驚地找地方搬 另外今早凌晨快接近3點 一個女孩在墨西西加 一個工業區的酒吧外面中槍身亡 現場只見到一隻高跟鞋 和一個錢包 去到Hamilton 一個人在Carring Street 被人用槍打爆頭 當場不止 對於槍械暴力 市長莊德利今早說已經不是新鮮 為何有人要帶槍去街 一不對就開槍打人 這個才是問題 槍案通常在三更半夜發生 大家可以就趨備一下 你肯定看過這類新聞 說有人在試衣室裏裝針孔攝像機 偷窺換衣服的女孩 但你可能沒想過 這件事真的發生在你身邊 在多倫多很有名的購物中心Ethan Center 一名青年就涉嫌在服裝店裏的雙性試衣室 用針孔攝錄機偷窺 現已被拘捕 這名22歲的男子進入店內的試衣室 偷偷將一個自製的針孔攝錄機 放在旁邊的一個試衣室裏 受害人發覺之後 就立即聯繫保安和警方 警方到場之後 找到這個攝錄機 並發現裡面存放了很多個女人 在試衣時的錄像 提醒各位 以後去買衣服試衣的時候 最好就橫顧一下試衣室 有沒有可疑的裝置 上個星期 在多韓多市中心衝紅燈 近攻擊私家車司機的單車友 已經向警方自首 他是一名宋帝員 上個星期四 他無視紅燈 私家車司機響號事件 和下車跟他理論的時候 被他用單車手襲擊 又踢他的車 那個宋帝員 在事件傳海之後 馬上被公司解僱 他現在面對持武器傷人 襲擊導致他人受傷 和擾亂公眾安全的罪名 不是經常坐TTC 有沒有Prestle Card的話 以後坐TTC 就可以買今天推出的單次用車票 上車就拍卡 不用擔心忘記拿Transfer 被人查票 TTC今天宣布 經常在即日起 可以在各個地鐵站的自動售票機 買到可用作單程 或者雙程用的Prestle Card 單程車票3.25元 雙程6.5元 乘客也可以在自動售票機裡面 買到單人入票 這款用一致的車票 和Prestle Card一樣 都是可以在2個小時裡面無限轉乘 現在帶香港新聞 樓市回湧 賭王荷鴻山的二太 南極鷹乘機出貨 賺了321倍 市場消息說 賭王二太以5,780萬 沽出東半山玫瑰山村B 座高層二室 實用2,000多呎 資料顯示 他是1971年28萬米入 時貨48年 賺了578萬元 升幅321倍 香港有一名90多歲的阿伯 去搭骨 誰知道被人搶了一隻努力士手錶 他在下午3點多 遇到一名講普通話的女子搭散 聲稱可以提供按摩服務 阿伯之後尾除她 去到一個工廠大廈單位 誰知道按摩期間 女人突然搶去她的努力士手錶 奪門逃去 而阿伯也不甘損身 尾除追出 但就追不上她 失去了她的蹤影 最後唯有報警求助 現在看娛樂新聞 無線笑花林秀儀 和三個女神同台泳衣show 她說呈美短身材很澎湃 搞得自己都不感怒太多 我們看看當夜的情況 不相當相當靠 estratég 失去考慮 我主持人 我身材零信心 又胖 整個男人 最隔壁有三個女神 嚇死我了 很好 一聲 你們真的好人 好感動 我真的不太猜,是你不夠膽 其實你們收得不夠錢多 還是不夠錢 是不是不夠錢 沒有沒有,是很好的價錢 我純粹自己真的 不知道怎樣可以露到前面 但又收到肉 這件事有點困難 因為我太多肥肉 男朋友對你,你會不會給他看 會啊,他好像說會來 但我不知道他在哪 我覺得昨天有什麼樣子 很澎湃 我剛才沒換衣服的時候沒什麼 然後一換衣服就覺得 真的澎湃得很漂亮 如果我有這樣的身材 我一定會脫衣服出來給大家看 我有這樣的身材就老了 但很可惜我沒有 你覺得他老得少了吧 少啦,他這麼好的身材 拿出來益下街坊 那現在是否什麼工作 你大約都會做的 會啊 真的因為要 但如果全部脫衣服 儘量都不要照 我怕會嚇到人 這個都… 稍為性感的意出都會 是的,都頂住了 都健康性感 即是底線 即是底線是怎樣 現在是這樣 不能穿三點色 三點色?我瘦了我想穿的 其實我有想過出本寫真 可能夏年那些 所以真的露多一點 我買了什麼 好多謝你 我整身都是肉 現在的數字 多粗 我沒有量過的 放數啊 有放115 要115 那就是屬於肥胖的女生 也不算 算了 我這樣的高度 你之前612那裡 買了IG 即是說是病房的 還是照廢的 嗯 都有說了說 不再說這類的東西 公司都有說 小心點 儘量 都沒有說照廢的 即是提醒一句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 多謝